其实这些资料都已经定义了 但有一个东西 同学应该会想说那怎么办 这个Layer一开 头又回去了 Layer一开头又回去 然后Layer合并 那个头的你没选又回来 这个资料 这个动作资料 在最底的图层 而且它原始功能 挂着Layer是没有的 但是你还是可以开Layer做动作 还是能够开Layer做动作 只是这个头 它就不会是看着摄影机 头没有看着摄影机 但它是可以用Layer做操作 所以我大概在这个位置 它这边已经停下来了 我看了这边看它脚停下来 我要让脊椎转向这一面 只能选骨架 这个做了以后 等下压二续的时候 头就还是对了摄影机 它头还是对了摄影机 我即使脊椎是完成这个方向 头也还是会对回摄影机 我现在只要让它面对摄影机而已 除了面对摄影机以外 我们要开始做一点点 就是它站过来 等一下漏了一件事情 既然发生了就可以跟人家讲 我们要再用Layer做这种 接下来一连串动画的时候 有一件事情要记得 你要做动画的 前面 的前面 要先 对你要做的骨架 像脊椎 我现在做脊椎 做Seki 这个东西在这里的意义叫做分水岭 因为从这里开始 我后面调的都会 因为我们前面做过Layer的动作的时候 你知道一件事就是 这一个动作设了以后后面会全部继承 后面会全部继承 可是我前面还不想动它 所以我需要有一堵 一个Key作为一个界线 这一个之前都不会动到 从这一个到240 现在我可以开始调整 所以这个转动的动画只出现在 这个范围 只有我现在操作的这个范围有 这一组转动的动画 然后身体侧向一边 这样的一个操作形态 好 所以 在这之前身体都没有Key 都是原始样子 一直到这一个 记录原始样子的这一地方 他到达了 站到那位置 然后 身体转过来 好 那 然后一样的 要挥手 所以是这只手要举起来 再开个Layer 这一格要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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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的 前面 保护住 那我们看看要保护在什么位置上 这里好了 在Key 这里我稍微再动一下 比较有趣一点点 那两手都在Key好了 然后在这里 选到这只手 我可以开始做一点 动作 那这一只手 我也可以让他 放回去 不能动这个 那是摄影机 所以那里不能动到 好 那 所以在走的过程中 手还是维持他原来的 一直到这一格 就有锁定 这个位置是 维持 220之前都没有动 220到320才备有新的Layer的动作做操作 然后举起来 手举起来 这样好像有点慢 花了20个frame做这件事情 我们把这个时间往前提一下 24 235 又多了一个 235 然后到250手举起来 那手举起来 好 那手举起来 不是只有手举起来 接着有好多动作要操作 手举起来 肩膀会举起来 那这里就可以看到那个 衣服的rigging 没有rigging好 所以 那个 袖子没跟上 手举起来后 头要側边一点点 会躲 躲手 然后手的方向 跟角度 还有手指头会 展开了 大概这个样子 还有拇指 大概像这样 OK 那 所以我就得到 在这里 手举起来 好 至于举的时候 就这样子平平的往旁边 还是会往前一点 这边可以自己再做一点小微调 加个key在中间 因为最终的位置是固定住了 那我就可以微调中间的样子 手举起来 那就可以开始做 显向这边灰 选错了 选到哪里去了 举太后面了 前面一点点 前面一点点 好 所以 灰 灰过去的时候 手指头lag一下 灰过去 然后灰回来 回过去的时候肩膀会下来一点 这个 你的身体的运动是联动的 所以 然后回来的时候肩膀又会再上来 回过去的时候手比较慢过去 回来的时候手也比较慢回来 这个以后会讲应该怎么调整比较细节 那我现在只是大致的告诉肩膀说我会做这几个操作 那又到了这里 所以把这个开始做copy paste 有点往后仰 这个要去调 看一下侧面 我是动了哪一根 这个待会再调整 因为它现在龟有一点在转 再拉一次 那 后面就要放下来 很简单 前面的东西copy过来 这是手放下来的 手就放下来 那放了之后 如果你要你觉得这样 很不好看 我们也可以做一下调整 这样就放下来 好 那当然这里面还有几个要操作的就是挥手的时候 一起调一调 降到 这样没办法降下去 因为我还要调脊椎可是这时候的脊椎我要看到手的动作 我要看到手的动作 然后 然后要调脊椎 所以你降下来就会看不到手 我们看一下 好我需要这一层 Visible要开到 这一层来看 我才知道什么时候手举起来 然后可以 用这个 来调脊椎 其实骨骗要调了不过现在先不管它不要做到那么多了 好 随便复制一下 可能不是很精确 好 随便复制一下 再来一组 然后手放下来 手放下来身体要回到原始的角度 好 对呀退回去 所以我的角色是这样走出来 那些都是手调随便乱调 这个荒动不对 因为这荒动很像大象走路 我跟着 手的韵律 事实上那个韵律是错开的 只是 要错开也可以 只能要在这个地方做一下 整个位置的 只是加密一点或加宽一点不确定 那我先乱调一下 太快 就对不上 好没关系 同学只要知道 怎么调而已 因为我目前没有打算要调到 非常的精确 好 那 现在调完了 假设动作都确定 累的动作都确定了 那我刚才头看着摄影机这件事情目前没有出来 因为他是在 Original layer 最底层 所以呢 合并涂层合并涂层 动作都还会在 Layer的动作都还会在 只是会增加了 头看摄影机的部分 好就会变成这样子 当然 动作还是需要更精确的算时间走 其实有需要是带个纸在旁边抄一下 比方说你是抓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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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Delay多少多少多少 这个都要做记录的 照做调动作 事实上是需要根据 你要自己要做一个表格出来做记录 不然你会调不出 最后就不知道怎么一回事 那样子就要调开心的 好 所以这样子就是 OK了 这个动画在跑的时候应该是这个样子 开Turbo Smooth以后就会 整个model的 这些零角就会更 不明显 然后更圆滑 如果做 做Game的话不能这样玩 这是做动画的想法 就是我要Render的时候才开Turbo Smooth 做Game是你在 你做到什么程度就是那个样子的 没有办 没有下Turbo Smooth是这一种做法 不能这样做 因为 一个Turbo Smooth 停掉 面数加4倍 所以我们不会做那样子的一个 这样的操作 只是现在是因为我只是要Render最后的动画 所以动画长度 这个动画长度 1280720安全框打开 这就是我看到的范围 安全框记得吧 Shift F Shift加 F 或者是在这里 不是 Camera Show Set Frame 安全框 好 那 存档 档案 请记得好 回去自己重装 或者在学校订别的电脑 重装也是QuickTime 才有办法存 MOV 那这边的电脑应该是没办法执行 因为我们这边的QuickTime应该都不完整 然后ABI你也没办法跑 应该是当掉 好 这个找这边 作业就是静态图跟这个动画 好